因为水某想要美白护肤 即使没钱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吗 在高雄市有一名有诈欺前科的男子 居然就大辣辣的跑去大卖场 偷了两盒呢 强调有美白功效的面膜 还塞在裤裆里 想要偷回家给老婆拂脸 但还是被眼尖的工作人员发现 以送法办 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 一进入卖场就四处张望 趁着四下无人 随即走到面膜专区 偷了两盒面膜 到他离开我们的收银 现在离开店的时候呢 确认他的商品并没有拿出来结账 我们才发现的 他在哪里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说 他是放在裤腰当中 两盒五片装的面膜就塞在裤裆里 男子特地挑选有美白功效的面膜 两盒加一加补到一千元 但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心爱的老婆 没有工作嘛 外面在跑工作又晒黑了 然后他想说看能不能美白一下 再硬是工作会比较好一点 有诈欺前科的男子和太太出狱之后 以打零工为生 连基本开销都成问题 为了让水某保养一下又重蹈覆辙 这下老婆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好 好 好